从这儿去大撒关算最近的路 多谢公子香膏 也不知道玄冥教对此地有何图谋 多亏殷少侠指路啊 殷少侠是闯荡大江南北一方豪侠 自然什么路都认识 不过英雄既然认路 倒是前头当向导带路啊 玉齿 你 阿良 玉兮 我只是在想 那个万一那件东西落在陆南的军营里 那我们岂不是得和朝廷抢东西 最好先往汉中这大城去 打探打探消息 阿良 最近你可有领悟明清心法 啊 最近这不是有些忙吗 等得空我就去悟道去 阿良 此事你可得抓紧 别整日摆弄你这笛子 玉兮 这是齿巴都说了多少回了 英雄 你查玄冥教很久了 有些时间了 上上下下算起来得三年了吧 玉池兄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想问问英雄 死前有没有发现玄冥教炼制石之园 对倒没有 不过也可能是我没注意 我只发现他们四处打动 像在找地脉 咩 找地脉 玄冥教的人找地脉干嘛 我也不知道啊 我是真不知道 我没怎么留意 本来我查他们也是因为云征兄 这 我都大抵明白了他们为何寻地脉了 怕是和他们以邪法炼制石之园有关 咩 难道炼制石之园需要地脉灵气 很可能 英公子的那位故人 炼之前不是提及什么灵气充裕吗 想必他们的邪术需地脉灵气才行 小不点 地脉是什么 地脉就是地脉呀 是 一一也说不上来 里面藏了许多灵气 山川万物其实都是靠此而生 我所知地脉相传是盘古经脉所化 沿山河而走 其内蕴藏了十分丰富的灵气倒是确实 哎 阴谋所知 与姑娘的说法有点不同 我们宋人的传说里 地脉是龙脉 奠定九州吉时 当然 也有说是星耀之力流淌在之所 各有各说法 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鱼齿哥 鹤盘为什么会被地脉灵气吸附呢 这你可不该问我 我也奇怪着呢 估计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人 在一边呢 阿良 你不用这般说话 我是真的不知道 你若有什么猜测 说便是了 我也好奇呢 呃 鱼齿 我就是觉得 刻盘会被地脉吸附 应该和刻盘本身有关吧 刻盘非金非石 是什么打造的 记载上说 刻盘是以星耀之力打造之物 那 莫非是星耀之力与地脉发生了呼应 星耀之力 地脉 阿良 你想到什么了 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上来 乱猜一句 会不会地脉是星耀之力凝聚的 是星耀之力在地面的倒映 这和创世的秘密 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创世的秘密 你从哪儿听说的这些 别胡乱猜想 我们眼下还是尽快赶去大撒关 玄冥教既然打那儿的主意 说不定那儿会有其他刻盘碎片 这么说来 我猜测的没错 但那个让我去探灵脉光渊的声音 是怎么知道此事的 还提了什么创世 真古怪 一发现了近路 鱼翅哥 我和你说啊 这儿的几个隧道 能穿过这儿的山体 小不点 不知道为什么 听你这么一说 我突然就想起 遇见夜吃那会儿 没啊 那是意外 有独门密集找路的好吗 才不会错 那 你究竟怎么找的路 你也不像常年在外游历 知道的倒不少 依依有独门绝技啊 鱼翅哥不会是想打探这个吧 小不点 你到底为什么跟着我们一路 实话说了吧 没啊 就不告诉你 鱼翅哥大笨蛋 就是猜不到咯 喂 你这 阿凉 你多大了 怎么和依依一般见识 呃 鱼姐姐 我们是闹着玩呢 就是啊 鱼翅 你看 小不点自己都不生气 阿凉 你 算了 你就什么都不放心上 好 这边没有赢 要不是安出手 你们早就被死化了 各位好想 有点听见我们在争论 可是发生什么事情 少侠 听起来拼拼你 这个十字经 到底是谁的 没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在云游出十字时 发现 折服在此地的死守 并与这些死守一战 就凭你们的花旋袖 就压根搞不出这群死守 要不是安中途出所相助 你们还有命活到现在 你们就想要十字经 十时候是我们先发现 十字经归我们所属 要是没有安 小米都没得保 今天要是拿不到十字经 别抢走 要打便打 我紫云派的江湖混集多年 绝对不会浪漠 这怎么就打起来了 你将看到 并是局中的 并且全你认为有道理的异法 阿凉 也叫他们剑把笼罩 我们只能先学一方 以战只战 让我们站到要相助一方身边吧 你小子 还那么一活地 可不可以本人不客气 我 阿姨在帮你 好来吧 听说吧 大家都已经一级了 可不好好商谈 并且书来说好法子 这位拿十字经 也不外乎去官府换取银两模式 何不将这个十字经换取银两获平分 对啊对啊 一一觉得把钱财平分 双方都有好处 何必要打打杀杀 哼 你们说的还有几分道理 按着大人就到官府换你呀 我快走 好 想他们也是一时冲斗 我又总算解决了 你们枉费我们一方苦战 又是你们 哈哈 相亲不如偶遇 之外 咱们这次又见面了 我只好得点消息 有智慧秘神 最近我们新左江湖 可以当心的 什么消息 怎么好东西这话 还不是官府 这些人北伐官府大宋 没的没是早事 这寻什么剑 什么剑 这只鹰这么紧张 这朝银找的剑难道是 江湖上思想已有的 什么九一圈尊剑 过来 为何突然寻这个 就是百年起都失踪了 为什么还能为什么 不是就是说什么号令神魔 只是听江湖历史听多 正经是不做 得亏大傻瓜 还有吴将军守着 我的精神早就杀尽了 哎 反正我们最近小心点 官府对江湖人可不友好 谢过提点 我们这就 哎等等 我这好 这儿刚有美食尽 我当时可以美写谢礼了 妹 你真太好了 一一最喜欢这么大妈和尚的人 怎么办呢 我们考 小布点 你站住啊 说了多少回了 东西不能乱吃的 这些妖魔鬼怪一直咬着我不放 早知就不该走这条道的 不管如何 我必须活着回去 此事必须及时告知将军 有人来了 倒霉 这是掉进怪物窝了不成 这还有没有路可以出去 这儿的路只有这一条 你这人 难道还想把人家留在这儿 不管 妄称大侠 还不快帮忙 你受伤了 我来替你疗伤 不必 再会 这个人好奇怪 受了重伤也不治 着急干嘛去 妹啊 不过人 一一 别追那人了 脚步声都带出回声来了 别再惊动了什么怪物才好 这地下实在古怪 确实古怪啊 你说 这一道 地下都有这种佛窟 也不知道怎么会开凿在地下 而且都是佛窟了 居然还有妖魔盘踞 莫非这儿就是那地方 你们晓得不 传说堂垂拱年间 那位女帝修过地下佛堂 和万象神功勾连起龙脉 这儿估计是传说中的十里山河道 唐石又名为直尺山河道 但也有传 其实就是三途川 常人所见 只以为是四通八达的地道 但其真实样貌却不为人知 揭引此处 实际上是为镇压 镇压什么 镇压遥远西域的某个故国 防止地脉的灵气灌连那处 也通过这种方式 将某种古怪的力量斩断 令其不能勾连其 只能在特定的位置降临 这说的 其实就是楼兰幻城吧 救命啊 救命啊 可算遇见人了 快快快 有妖怪 快快救救我 有妖怪啊 如我所料 然后这边就 简单的打 打怪而已 这个剧情不多 没 一一早上从雾 雾中山逃出来了 这里 总是安全的吧 这些小贼 从上都跑下来了 此处有埋伏 是玄米叫了人 大家小心 此处还有玄米叫了人 又是这群石纹弓的 白手大人拿他们没走 兄弟们快出 保命要紧 没 你们要去哪里 不如和一一来一场 刚唱零零的战斗啊 快去解他们后路 这应该拿入梦府而已 魂剑 就唱零零的战斗啊 是什么 山途 是下马 是他的 他就帮着 他呢 零石纹弓啊 这个 鱼王 兵石的 那你不要 看一看 一egan 一 make 后来 你看 一共 再怎样 小卑 此处已进冰关要塞 是陆南大撒关的重要补给之地 这尸鬼也不知道是谁弄出来的 殷公子 这些年冰关仍不太平 于姑娘是土拨人 为何要如此关心大宋关爱太平与否 我是石伦宫的人 但谁说就是土拨人 况且玄冥教寺意图大撒关 如此我自然要留心了 哎哟 于姐姐 别搭理这磨磨叽叽的家伙了 我们跟上这尸鬼 跟去看看 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在那边 那披甲戎装之人的身后 那个人 好像是刚才在地道里遇见的怪人 这些尸鬼怕是金贼派来的 他们定是意图 山河之 不好 我去快回大撒关 有你 凭你也想去老服性命 无名 你怎样 无名无碍 可随将军杀出重围 不愧是五老将军 身边随从都如此忠心耿耿 是你 文尹烈 你是蜀卫 可敢正面于老服一战 哎哟哟哟 我可打不过五老将军 哈哈哈哈 哼 哼 呀 不过 这人居然操纵恶心的尸鬼 真是说话声音恶心 人也恶心 偷袭 偷袭 别被发现 哟 这是您找来的帮手 看看 还是江湖人士啊 没想到吴老将军娇有甚广啊 吴将军 这 这是大撒官手架 将军 属下尚可战 无需顾虑 无明 既然如此 我们二人便与各位一事合力破敌 最后一集了 吴将军找来的帮手倒是厉害 只是不知道您结交江湖人士 您大宋皇帝怎么看 今朝就此作别了 来日有缘再会 顿身 属下来职 将军恕罪 大撒官 天下战事如何 神机车可以修复 这 将军 战事吃紧 金贼突然发难 着实是力不能及啊 呃 贼人倒是会尊空 本将即刻赶赴 将军 还请借一步说话 嗯 先候着 本将有话和几个年轻人说 多谢四位相助 我尚有军务在身 不得久留 先请告辞 将军 圣上又前人来了 招您入京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将军 这已是第三道御令了 来日若非马隔果斥 定向圣上谢罪 将军留步 您就是北川征龙道 大撒官前人的吴将军 金贼怕是与妖人勾结 欲操纵石之园攻破大撒官 由此入署 哦 操纵石之园 居然有人能操纵天灾 闻所未闻 将军 是否是惊人所为 我们尚且不知 但确实是邪魔外道炼制出了石之园 还在图谋大撒官 将军 我等晓得如何出石 可为将军分忧 谢过好意 但你们几个非君中人 守边境乃吴摩之责 九死亦不悔 吴摩此番正是为战事赶赴边境 各位少年人 战场险恶 莫去赴死 将军刘伯二位 怎么就这么走了 倒是说说大撒官里究竟藏了什么 叫玄冥教图谋啊 大撒官内 果然是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嘛 看来确实还得去一趟 说不让去就不让去了吗 呃 依依才不听呢 不让我们跟着 就以为我们去不了吗 你们 都跟依依来 依依来找进路 我们三人轻装俭行 肯定比这倔脾气的将军啊 还仙道什么大撒官 呃 是 是四 四人 四 明明只有三个人啊 哇 哪来的声音 谁在说话 鬼啊 嗯 哪来的魂之息 这冰刃怎么就突然沉沉欲动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 魂石 这是怎么回事 莫不是 我得到了什么能与魂石产生呼应的材料 原来 这样就能提升魂石的位积 增强魂石的属性啊 牛顿不锦 车舵骨尖 官中赐赛 而今也只有此官尚在大宋手里了 是 念到什么呢 词儿挺好 可惜不是你做的 哎 这岳浮石 这岳浮石是写我们要去的地方 是啊 大撒官 住于老秦 兴于大汉 千年已逝 却依旧是我大宋门户 我真的不知是该喜还是该杯啊 山川河流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 何况是家国 若没有衰败 又哪来的兴旺呢 哎 小赵 你 睡觉了 念念叨叨 吻人骚客 阿灵 你的明清心法领悟得如何了 在悟着呢 发现玄冰就要制造石之园后 于西好像就越来越常提及心法的事情了 阿灵 你 你需要把这事儿放在心上 哎 玉芝哥 地脉若是被污染了 会怎么样 呃 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个 想到了就是想到了呗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等着 你怎么总有这种奇奇怪怪的念头 一一和你熟吗 别乱叫 哎 小赵姑娘 我们就真没在哪儿见过 于姐姐 我总觉得那边的岔道的洞窟有点古怪 一一去探探 怎么又没鱼 诶 这洞会不会对驾 这个地方 有什么鬼变的轻慢笼罩 一一说里有道理 你们去看那些人 他们像是里面的绳子 很可能逐渐被 正被逐渐变成死鬼 也我知道 这有些人和盗匪 看守那烈系的 我们不从这过去 就没事了 这烈系我从哪边呢 你们在这边等我 我去看看 哦这边走 特殊的方法 被打很痛啊 一只个小心啊 现在被控制的人和盗匪 似乎很强 死不全走 那古怪的烈系就在那里 得抵达那里 这些被古怪气脉控制的家伙 应该已经脱离人的范畴了吧 反正不是现在的我能对付的 幸好 他们被这诡辩气脉增强的同时 也没了自己的神智 只是被控制的话 那就不会有自主反应 只能像技巧一样 按照规则行动了吧 只要有规则就好办 找出危险范围就好 赴汤导刃 四不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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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汤导刃 四不全走 一一雲西 我莫見他們行動軌跡 你們聽我指揮 就能順利過來 這雷西是偉地罵有所觀點 但它有些不一樣 那我們就從這雷西下去 來一探究竟吧 咩 這沒有變實話 這東西怎麼會出現在這 他好像凝聚什麼法陣上 小明湯去看看這法陣就知道了 這地方妖魔鬼壞 似乎是被這 鬼壞起碼的影響很強大 這隻薩想必也非同一版 我們還是得想辦法自取 你們看 這些妖魔集中所謂在這裡 他們所謂這些東西 應該與這法陣有關係 就讓我去探探究竟吧 綠子嬌 隨處妖魔非被尋常 還是都要注意他們的招式範圍 我這邊稍微難硬點 是要看起來很痛苦 特朗順利的法陣 能對他造成傷害 赴湯導刃 死不全走 我記得好像要多等一個回合吧 我記得好像要多等一個回合吧 印象中了 我有點忘記了 他有法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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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得到我嗎 我記得忘記了 我記得 打不到 就交給青羅吧 就交給青羅吧 死不全走 死不全走 這邊人家休息一會 不要急得去採 然後兩人走這然後這裡 哎這是一個引游陣 是讓低賣靈氣引游到這法陣上 應該是低賣靈氣被死污染 才有這麼強的 呃化妖血的詭辯氣嗎 上為什麼會鄰居在法陣上 你怎麼知道 反正這不是靜帶才有的法陣 用來還是鬼叔呢 非常古老了 哎這兒怎有面鏡子 快別亂碰東西 都說鏡子有靈 此境文理曲直 所向四圍八荒 忠心的圓牛還寓意天地之中 他們一起組成了生生不息的世界 呃 兄台你是 薄木過客 再見 這人好像是 像是什麼 殷少俠認識此人 不認識 只是覺得似乎是 不過這類人消聲匿跡已久 不應該啊 若是日後你們遇見有什麼保護精怪 妖邪的人 記得通知我天玄門 我天玄門欠他們個人情 總得償還 好說 魚熙 你盯著這鏡子做什麼 阿靈 你也來看看 這鏡子似乎 怎麼了 我看看 有時我們彼此之間會有感念 以為是心有靈犀 但其實不過是念海波蘭 幻境便是這一切的載體 這波蘇幻境 想來便是念海的入口 此中來往 既有他人之心魔 也有我們自己內心的魔 這怎麼回事兒 我們怎麼就到了沙漠裡來了 小不點兒 魚熙 我們怕是靜了靜中環宇 傳說有銅鏡 名為波巡 那有幻境 本為西域之物 後為復界子德 此後不知其宗 想來我們發現的鏡子就是此物 鏡中環宇 那小不點兒和殷少俠又是怎麼回事 就和聽不見我說話一樣 這是怎麼回事兒 皆是幻象 別怕 不怕 集散他們 我們應該就能出去了 魚熙 我得找他們兩人回來 再說 我們總也得想辦法離開這鏡子裡 我去探探 罢了 我与你一道去 执政婆娑 我们得小心行事 此处 此处若真的是 那定有原生的法则 也有自成一体的章程 副汤导刃 死不选择 金螺来了 十轮成命 就是现在 魂剑相遇 消散了 玉池哥 你在发什么呆 你和殷少侠两人方才是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和于西一起瞧了眼镜子 怎么这会儿问我们了 你们在镜子里瞧见什么了 那个 于西 你刚才看见 我刚才只看见你往镜子那儿看了一眼 然后你愣了一下 接着依依就喊你回神了 呃 这 好奇怪 我记得你和我说 这镜子叫波寻幻境 玉池哥 你刚才看见的是人之心魔了 传说中 波寻幻境能将人之心连通形成念海 心魔也会穿梭其中 我们要不断挑战这些心魔 才能守得那些安宁了 不过战胜这些由心而生之魔的同时 也要当心防御 镜中的念海会化成不同的幻图 自然就有不同法则 就是图章了 要注意图章附带的战场效果哦 殷公子 你乃江湖人士去边关做什么 女侠这问题还真是单刀直入 叫人措手不及 你在疑心我为什么跟你们同路 我殷某自认行得正做得端 怎么就惹了你这么一问 哎 英雄 英雄 你天宣门名门正派 我们自然没疑心你 只是我们有要事 所以才多问几句 哼 你们既不愿同行 那便分道扬镳就是 说这么些有意思 妹啊 你这人 于姐姐不过问你一句怎么了 我们都没提你和你的故人 詹云忠怎么回事呢 你都先不瞒起来了 你 小赵姑娘 我是宋人 我天玄门亦是大宋门派 今日金贼寄予我大宋关爱 我自然得去相助 几位非我宋人 不知我靖康之耻 自然也能理解 国破山河在的难处 慧卷原来是真的 怎么了 浮生路又是什么 传说逝去的光阴 都会在世间留下痕迹 这里面的便是这些了 哇哦 真的呀 这些岁月中的事 最好多些见证者才好呀 快开风之阵 把这些汇卷送出去吧 许个愿望 但愿世间一切 都会有个好的结局 诶 这好像 这好像是新的诶 为什么没有第二幕 只有两个哦 诶 为什么 为什么少了第二幕 诶 这书后面部分 可以被打开了 这真的是我们的回忆啊 难道这书 是什么人留在那儿 是帮我们的 会是谁呢 你要回溯我还要 还要花明一声99哦 我手臂上的印记和石轮 石轮的力量而今就在此处 好讨厌哦 我就讨厌这种了 要花明一声才能看 竟还像是收集了试剑 给伊伊看看 诶 别 别抢啊 这上面记的都是些什么呀 长干礼 陆昭伊 糟了 被追上了 鱼池哥 你接着刀续说 好嘞 看来这样就可按图所记 找出我们所见所闻中的 细致末节 逐一联系起事事脉络了 不过鱼汐 这长干礼 闭嘴 有说这话的功夫 不如细想想有没有错过其他线索 鱼汐 你 啊 我们打小一块长大 你 怎么了小 呃 有事情 你 在下是大宋川霞四路吴将军所统 行营左护军帐下威武都尉的禁卫队队长 又是香球 金兵赤侯伪装成标局人深入我关爱内 请务必助我截下他们 现在总算有时间打开看看这贼人抢走的是什么包裹了 让依依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小不点儿你什么时候才能闲得住啊 哎 这里有一封密函 我看看 赞普世下 自百二十年前黑龙消失起 龙之岛不再有怪事发生 但自三个月前起 龙之岛再现异动 不知究竟为何有古怪光亮 似是鬼火 你须前往查探 赞普欲知 誓之详情 哎 这信件的主人真倒霉啊 这人怕本打算到龙居岛 不想去遇见了贼人啊 能被小贼干掉 估计也没什么大本事 阿灵 你怎么能这么说死者 啊 随口一提 随口一提而已 没别的意思 哎 我们要不要去龙居岛看看 之前我们路过了的吧 这 还是别结外生枝的好 阿灵 你觉得呢 这 龙居岛鬼火 啊 草原 哦 是旋主右转 走过去 我们先听他们谈什么 旋主右转 这是为何不能为我所用 脚印大了 这里已经没有灵气 无法施速 没错 没错 难道这黑龙被剧后 这里的灵气都没了吗 你们尽快去别处再寻吧 嗯 看来用人来送死 正好 这后半个终于一遍发生 药人都不用找 你们两个 到底是哪边的人 现在相逢有缘 不如 就让我们练药人吧 呃 不好意思 我们可没有练药人 当艺药人的想法 你们两个到底什么打算 残堂肉尾的 与你无关 接着你们很走愈 一遍还会发生 没错 我们走 我们练药这有什么秘密 为什么会赢来 这些奇怪的人 而且战谱 也在关注此事 啊 派人来查看 战谱 是说必有疑 只是我现在所了解的事太少 没有机会深入 我们也有机会深入 下回在游战 要长按的 迪尔朝天 这话说可能在你 正好 也能逛逛九州大陆 刚刚世间风貌 这也是我该有人生了 阿良 你这话什么意思 感情一直待在十人宫里 是委屈你呢 啊哈 我没这个意思 我们 那个 我们还是快赶路吧 就往这边走 好 玄左 右转 去让金兵增加人马 继续攻城 完颜猎杰杀那赶来的守将不成 恐已打草惊蛇 怕是为求稳妥 不愿再增兵吗 没测 嗯 告诉他们放心 只管攻城就好 此次我们将以密法相助 势必能帮他们拿下之关爱 主上要的山河志 我必为他带回 五老将军带出来的兵 哈 也不想想 沙头空罩争人谷啊 像昏德宫一样不好吗 留条命不好吗 世间还有什么比命更重要呢 二牛 咱还剩多少弟兄了 我 我不想打仗了 哥 我 我想阿爹 阿娘 还有夏儿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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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 我 有 一 他 一 才 他 五老 说 不 那 他 三 他 这玩意儿要真管用 我大宋这会儿 可不会在南边待着了 死马当活马医 你真以为现在多出了我们几个就能守得住 还是碰碰运气说不定我能修好呢 毕竟我是机巧师 启动装置被溶毁了 看着痕迹像是有人刻意为之 这几乎还能运转 只是 玉池兄 你看我干嘛 我没法修这玩意儿 但能改装成个威力差不力的技巧 应该能顶我一波攻击 不过我需石圣石 黄羊墓 水牛巾 戏马 还有火油 你对这儿熟吗 我在哪儿能找到这些 这 你等着 我进城去找 你等着哈 阿灵 情况如何 现在只能等殷少侠回来了 我们 且守住一时算得一时 只愿能撑到吴将军援军到达 我们上阵吧 最上方的阵线又涌入一波石兽 我们已经无暇顾及 还望你们助我军一臂之力 千万不要让防线被突破 战场之上 如果能够妥善利用巨马攻势 增加防御力 便可以更好地抵御石怪 真元 三只四只 五只 我们来加快进城吧 选左 右转 去帮他们一把 香奸何太极 没策 不过 好像他们的增援来了 没策 你们竟还是赶来了 英雄少年 大送何夕之幸 此道防线就交于本将 今日我吴莫同诸军 并尖而战 同生共死 为我江山百姓 为我大送天下 儿郎们 随我杀 要用将士血肉挡我的路 你可想清楚了 我这儿 可有死刀兵 似乎气力涌进了 嗯 再来多一些吧 这样的话 应当就能炼化出 更多的石怪 神机线 流火叫 生机仅在一线间 没错 这俩人究竟怎么回事 算哪边的人 阿灵 英公子回来了 御师兄 你需要的东西 带来了 鹰少侠 你可算来了 让你们尝尝 神机车的威力 这不可能啊 这都已是炼化出的成品 怎会如此不堪一击 这石之源 看来还要改一改 吴将军 你可当真是不知 何谓唇王齿寒 鸟尿尽宫藏啊 这下 你可是要回去 看你那皇帝画 工笔画去了 当年那莫稀有 可也是忘光了 真是 真是万幸 大恩不言谢 我莫即将进京面圣 眼下各位若有事 用得上我吴某人 当静请言来 这个 其实我们在追查玄冥教 意外得知他们意图 此地关爱 老将军可知 这究竟是为何 又或者 将军可有玄冥教 贼人的行踪 这 吴某人倒未尝听闻 兰州 兰州城 兰州现乃西下与金交锋之地 恐不安宁 吴明 你带他们从小道走 绕开金贼地界 以免旁生治解 是 九阴 你为什么会到冥界 还联合经朝 攻打城池 圣女 一直听幽先生说起你 还未曾真见过你 听说 你是他造出的人偶 是 圣女问这个 是何一 我就是好奇 幽先生练手时 造出来的人偶 是何模样 你这样子 也难怪 先生会说是失败品 圣女无需多言 九阴知道 主上想要的人偶 并非九阴 那你知道 幽先生为什么要找地脉 寻上古法阵 乃至于 要你练制十之缘 圣女 你既然这么问 那想必是早就发现 尚古法阵压制了双十降临之所 你不愿撼动法阵 让主上能够通过 你以为 幽先生为什么突然这么着急要抵达冥界 主上有自己的理由 哼 他想找到那个新人偶的魂 他想赋予那个人偶真正的魂 让他回来 自从十轮值里出现英灵降世 他就不再是我的幽黄先生 也不是你的主上了 你说 若那个人偶真的活过来 你还能得他丁点注意吗 圣女别说了 九阴哪 我若接回了父神 见时先生想找的魂也一样被幽银吞食 那先生就不会再有念想了 你要不要帮我 吴将军 为何深夜来访 你可是父姓御池 这个老将军怎知道 还有谁人能修好神机车 想必也只能是你了 吴某人又一物转交给你 毕竟此物恐怕还是得交于你 才是最合适的 老将军要转交何物 我这还有要事在身 吴某并非托你替我办事 不过是需此物转交于你 算是作为尔等驻战 修好神机车的谢礼 想必也能助你一臂之力 这是什么 山河志 这上面为何会有记录这些事物 这吴某就不知了 只知传说此物 本为神秘组织地听所有 是本神策 传闻期间所藏地脉之力 写在此物 所行之地的任意风吹草动 皆可知晓 世间奇轨之事多 或可从中得所长 免 这样就知道江湖上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确实如此 但狄听究竟为何监测世间变化 确实不知 你可先一观此事 像是需要特殊的人才能完成啊 现在就出发 去完成委托吧 这些事物 许一定的时间方能完成 其中能得到宝物 需得耐心等待 另外 有时还会发现些奇轨之物 吴抹就未得知其作用了 吴将军 山河之为何要交给我 您方才所说转交又是何意 此物乃吴抹替人保管 自吴抹驻守大洒官后 便一直收于官内内 此番自然称之为转交 况山河之 怕也就是那邪魔外道 意图大洒官的阴游 阴游 这 将军似乎刚才提了 山河之中记录了地脉 但儿今似乎也看不出来 玄冥教想要此物 是为了寻刻盘 还是说地脉里还藏了别的秘密 将军 山河之究竟是谁让您转交的 一位故人 你莫再多问 无莫所知也仅此而已 呃 鱼池哥 我觉得你该主动点 主动点 小布点 你在说什么呢 呗 鱼姐姐都急臭那样了 说你两句怎么了 哎呀 你怎么比轮 你怎么比木头还木头 更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了 好了 让我清静一会儿吧 没 没啊 那你好好清静一会儿吧 哼 劝和这种事 我还真是不擅长啊 你的明清心法近日可有感悟 在悟 这 阿良 你若不喜欢那便 便是不喜也该遵圣者所言行事 于是我 罢了 还是不提这个了 每次说到这儿 总是有他们的理由 哼 他们哪 那脸就是大雪山的血 万年不容的冰 阿良 你怎可如此说话 尊者和圣者他们教你 哼 我这儿 连自个儿该学什么 该练什么都闹不清了 阿良 你需相信他们 一定对你做了最好的安排 安排 于希 你不懂 我想要的是自由 并非仅仅是离开大雪山 我已经不问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偏是我 我都已说服自己 这一路就当是游历江湖 寻散落的莫举技巧了 我还要如何呢 于希 阿良 已经选择了现在这条路 你就得走下去 选 我选过吗 我有的选吗 曹大人 问你一事 说 不是都说想北伐 北定中原 为什么又 朝中声音不一 有人想偏安 这并非皆是 吝惜性命之徒 不少也确实为百姓 厌战想要安居 但再不北伐 兵都老了 就和当年诸葛武侯 一心北伐一样 此代人若不北定 那大宋 怕是只能偏安 那吴将军呢 他怎么想 将军主战 他也联系士兵性命 却咽不下那口气 那口气 从靖康至今 他这辈的人 他都不得忘 个人都有个人的想法 个人的理由 偏安还是北伐 这事儿就没个对错 当年岳武侯确实忠心 想一学我大宋之耻 迎回二帝 但谁想过 皇上如何呢 家国动乱 把他立为帝 颠沛流离 若二帝回来 他要如何 世人只看其想看 此其所想罢了 欲职 多谢 曹大人是在借酒消愁 唉 无名和往日一样 看沙场争人 曹大人 你说沙场争人 以命相搏是为了什么 活着不好吗 真为了家国天下 家国 许多人怕并不为这些 只为守着谁罢了 其实此话 你不该问无名 无名生来 便只是一柄剑 此生听命行事 若要无名死 那便死 不为什么 无名此生 恐是没机会知道 当为何而死 但想来 世间总有东西 值得付出性命去守 会是什么呢 无名不知 这须去找 人各有意 想要守的 自然也不同 有人愿王师北定 有人想定时局 百姓私安居 各有各想守的 各有各想要的 有时候甚至无对错 就连高宗不愿迎回二帝 怕有位不将大宋江山再次 罢了 此事无名不该提 你听过便该忘了 等我一下 有人在握 哎呀 踏破铁鞋无觅处 本军终于能回到山河志中 睡个安稳觉喽 喵 原来你跟着我们 别打着山河志的主意 小心烤了你 你离我远点 失望了本军的名号和厉害了吗 依莫要无礼 按方才卷中所在 想必那哲仙身旁的童子就是 小丫头倒是有眼见 既已知我名号 再敢不尽 小心我一口将你们吞掉 这么说 阁下对这山河志是无比熟悉了 还请 哎呀 本军与此卷的渊源 那就说来话长了 嗯 非凡人能破眷也 得此眷者又能探寻此中 按着哲仙留下的遗稿说的话 前辈 望至于山川 四尽东厚 歇十月正日 哎 无奈山河志守护眷神 既能破解眷中之势 说明你们有着天大的心 仙缘 哎 这样吧 往后你们依着眷中神庙所探之险若有所得 我愿代劳为你们收集 也算替你们少些麻烦 但这眷中神庙还是你们自去发掘 如此甚好 那就有劳前辈了 嗯 哎 好困困好困哪 我先睡一会儿 拜拜 你